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得问的 是自我系统 经由更重 就是说这个系统啊 为我来讲 我受到那个解 可是这个习干不会进入我的系统 但是它却不影响我的判断的观点 举个例子来讲 我去印度 在去印度之前很多人告诉我说 绝对不可以给任何一个生机 你手到你车子里面的东西给钱 给东西千万不可以 印度绝对不可以 我说为什么 因为一只手后面代表是千百只手 你给了一个手 一只手生来 你给 马上千百只手都生来 然后围住你的车子 你根本动都不能动 所以我就受到这个影响了 所以我的系统里面就受到影响了 凡事去印度 皆不可思思 我这边形成了一个普遍性概念 怎么样 普遍性概念 所以在这里 我们很多所有形成的普遍性概念 或者说特殊性的概念 你要去解释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那斯利文认为 我自我系统是重要他人的互动所形成的人的关系 那在你人生中 谁是重要的人呢 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 你认为重要的人是 比如说爸爸妈妈 有人认为爸爸妈妈不重要 在你整个人格接触系统里面 同学是朋友最重要的 所以第一个是你认为的 第二个是事实 事实构成了你自我系统重要观念的那个人 他可能不是你认为重要 但是他就影响了你 比如说某一个理论 某一种场合 给了你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是产生的 然后下一句 所以他说 苏利文就说有三种会影响你 好我 坏我 跟非我 没有人啊 全部都是好的 也没有人全部都是坏的 只是看那个典型 重点 然后第三个部分是非我 第一个好我是来自于他人公司产生了正向情感经验 今天你们跟我在一起 非常快乐 说我们今天产生一个正向的情感经验 这个时候我们就建构了一个系统 就说在这样的场合我们会快快乐乐 到另外一个场合的时候 你跟我又建立一个不好的情感关系 你又产生一个系统 那这个也可能 负向了评价经验 可是我现在请问在座各位 你跟你的 不见得好坏 我不能说好坏 亲密的朋友 请问你能够做好坏的评价吗 跟你亲密的朋友在一起 你能做好坏的评价吗 即使有 恐怕也说不出口 要说出口 要很大的道德勇气 因为知道后果很重 对不对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跟我太太 我跟我太太的关系非常要好 我们的关系超过三十六年 结婚就是三十六年 交朋友一两年吧 三十七八年 我们的关系非常要好 那现在问题是 我发觉他在我们两个相处的过程中 他的生活里面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三十六年我都不讲 因为讲会影响彼此的关系 可是后来放在心里面就变成心里面 在整个系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格纳 对不对 一个石头 要不要讲 所以我最近决定要讲 意思也就是说 过去三十七年 我们两个在一起风风雨雨 互相的承担 已经把对方彼此之间训练成为一个 大概可以承担比较大的冲击的一种能力 关系脆弱的时候 有些冲击是不能通的 所以你要检视 如果你要叫你的朋友讲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要先检视你们的关系 是够脆弱还是够坚强到可以承担 除非你愿意冒一个风险的时候 关系不要了 关系不要了 所以我就决定来死 如果还有这份关系 那我就要检视他有没有能力承担 如果他没有能力承担 我怎么帮助他 让他有能力可以承担 这个就是我们说 把好我跟坏我 要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就开始要设计 让我太太觉得这个点很重要 会影响不关系 所以我就开始准备设计 设计了就很理性了 就没有什么情感冲突的问题 因为这种事情每年都在发生 所以构设一个重要的困难 一个重要的困难 这个缺点对我来讲是缺点 对他来讲可能不一定缺点 可是变成我们的阻碍 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做 决定要做那我就开始去看翻书 首先找理论根据 因为我们多半都会比较理性 都会跟你说某某人说 可能好一点 然后呢 还要带机会 机会是什么 有没有类似时间 在我们周遭的朋友中曾经做些活 第三个呢 就是什么时候跟他讲 所以我就开始准备 准备了正好有一天我儿子回来 他跟我儿子讲话的时候 突然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诶 我儿子 在跟他冒这一点呢 他突然就想 我就发现机会到了 各位同学 准备好了 如果你所有的心情上都准备好了 那时候只要他没到就可以讲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 他没到了 你也不知道如何开口 所以就开口 诶我说刚才你跟儿子有这样冲突 我们俩要不要坐下台一看这件事情 你是不是觉得很困扰 每次儿子都给你这样顶嘴 顶你 你是不是觉得很难过 完全用心理辅导的故事呢 我说你会不会很难过 当了会啊 然后我就开始讲 讲完之后他说 最后太太发觉了 到底要讲什么 我说刚儿子听到这个事情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 你自己很爽对不对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 爱你的人很痛苦 诶他说这点我从来没有想过 那个气氛已经是在一个协调的气氛里面 不是在一个紧张的气氛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肯住 所以下面 我们先把他这个关系弄到什么 第三个位阶 不是好我坏我 就是你的行为并不坏 也不是好 而是非我 就是我不站成了 可是各位同学请记住 一定要记住几个 这个伦理的判断的准则 当你说别人不好的时候 不代表那个人真的不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当你说别人错的时候 不代表你自己是对的 也可能你自己是错的 所以这两个观点 这个基本的伦理的价值的判断 的观点要很重要 所以当我说你错的时候 不是代表你一定 就是我一定对 可能我也是另外一个偏见 对不对 我可能是另外一个偏见 所以在这种状况上 只是因为我不赞同 我不赞同 不代表他错 对不对 他每一个都有权利 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 那既然我们两个相处 那我们就要卸票 我觉得你这个观点 我没有办法去谈 所以我们两个要接受 做讨论一下 所以这个是 他所提到的这三项目 所以Sullivan 说这三个我 是很重要的 所以怪我是来自 他的副下评估经验 评估经验 所以我说 与痛苦和威胁到安全感的经验 有关 那形成个人的良心意识 因为别人骂你坏 所以你就决定 哎呀我是不是真的那么坏 我真的那么不好 所以各位同学请记住 人际关系里面 下面这些话 千万不要说 你每次都这样 都是你 你从来没有改过 这话都是商人的话 都不能讲 千万不要用这种话来讲 他讲什么 你刚才做这样的事情 让我很难过 我没有 你可以做啊 他说我很难过 他看你要不要用我难过 你会难过 对不对 所以千万不要用那种话 说 都是你了 每次给你讲你都不听 你看你又犯了 变成我是什么 我是一个dominant 我是一个主宰 你是被我管的人 在互动关系里面 现象学的互动关系里面 是护卫主体 没有谁是宠 谁是主宠 所以这个 如果不建立起来啊 吵架就 就下面就来了 当他犯了错 你看 你又来了 对吗 那又怎样 那你要干嘛 你想怎样 就因为要打架了嘛 对不对 这关系就 就不能再讲了 因为再讲 就要打架了嘛 就要吵架了嘛 所以你就知道这话 就是不欢而散 所以 如果说你要更激 我刚才讲的话 说你这样做 让我很难过 这是比较消极的方式 还有机械方式 诶 我想 我很好奇 当你 你讲这种话的时候 你心里有没有什么想法 那就变成讨论嘛 你有什么感觉 我感觉很爽啊 让你难过很爽啊 你为什么觉得 让我难过 你就很爽呢 当然 你不要像家一句话说 哦 你虐待别人为快乐 对不对 你把你的快乐 见证别人偷不上 对不对 你看这句话又是上人了 所以这句话 我们就小心 所以我跟我太太在一起的时候 讲话的时候 我们是非常有技巧的 非常有技巧的 要讲话 我们讲不讲我们自话 通讲自话 可是所有的话 我们都是有技巧的 那对方一听就懂 可是呢 因为不伤害对方 所以对方就可以接受 那你今天要希望对方改变一个行为 他说你不喜欢的行为 那希望他有所改变 你认为是像冬天的太阳呢 还是北风呢 北风是很冷啊 所以你指责对方的时候 那不是就像北风一样嘛 所以你要给他一点温暖包围他 让他觉得哎呀 你那么爱我 好吧 我就改吧 对不对 这是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 那自我的功能呢 第一个它具有组织的特色 它可以organize 它会把所有的经验组织起来 构成一个系统 所以个人的自我系统 等于个人的人格系统 人格基本上是一个统合一致的经验系统 所以一致性的经验 第二个个体的自我 会尽力地维护其系统的一致和离去 不然你就分裂了 所以你观念要前后一致啊 所以你不能有矛盾啊 你矛盾你就 你就 无所适从 只有不会威胁到此系统 即稳定的系统经验 才会被同胖而进入自我系统 所以这个很重要 第三个 当自我系统不允许新经验进入 那便适应不良 前面是人格分裂 后面是适应不良 所以各位同学 为了免得自己人格分裂 为了免得自己适应不良 所以要把个人的 要找到统合的方式 那我常常觉得 正面比反面 积极比消极 乐观比悲观 更具有统合能力 更具有统合能力 消极的人啊 基本上已经排斥了积极 基本上已经排斥了积极 对不对 积极的包容了消极 乐观的 悲观的人基本上排斥了乐观 可是乐观的人呢 他是包容了 他是消化了消融了悲观 他把悲观的情绪消融掉 可是悲观的人是把乐观就排除掉 各位同学 你们有没有难过的时候 当你难过的时候高兴不起来 对不对 可是反过来说 当你高兴的时候 难过的时候 在心里面是留点点影子 对不对 你把它消融掉 没关系 我还可以做 对不对 所以各位同学 这个才是对你生命中是重要的 所以 然后呢 你要让你的系统 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什么东西是不容许进入 新经验进入你的系统呢 封闭嘛 封闭是什么 悲观嘛 消极嘛 对不对 消极嘛 反向 副向嘛 他就封闭了嘛 封闭了嘛 当他封闭的时候 新经验就没办法进来了 别人讲话他不会听的 所以各位同学 你们有发觉 当你们气 气头上的时候 别人讲什么话你都 都没办法接受 反正要把他讲完为止 对不对 一土为快 反正伤害就伤害到你 大不了 你尽散嘛 这个时候你后来发觉你后悔 所以你看我们最近台湾跟大陆关系的时候 我们图兰海基会冒出什么A咖B咖 这是伤人的话 就是没有经过思想啊 没有经过思考讲出来的话 是伤人啊 所以这个是要小心啊 好 下面一个 第三 这是自我的成分 凡事属于自己的一切事物 都会被纳入自我 请记住我用的是I or me 主体的我跟客体的我 都包含在主体的我跟客体 都会被纳入自我 这个Luce Wiley 她说自我包括三个层面 个人的自我观念 有关个人的身体心理和行为 有助于坚韧个人独特性的自我 你们在座女同学有没有多传播 有多高跟鞋 有跟的鞋 有吧 有没有 有没有 以前有 有过嘛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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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没有自我发觉 察觉 你们的跟啊 左跟跟右跟哪一个摸得比较快 不可能一起摸的 对不对 一定会有一边摸得比较快 意思表示说什么 摸得比较快的那个 你的着力点在那里 对不对 它比较容易摸嘛 当然也可能穿鞋子习惯 你喜欢脱嘛 可是穿高跟鞋 大概很难脱啊 高跟鞋脱的话 你就摔跤啊 那一定是一步步抬起来 可是你走的时候 你就发觉 会寝测在哪一边 这里面就出来了 都会被 所以个人的身体 心理的行为 被有助于尽 那你的心理的倾向 想什么 是有助于 会把自我包 见到自我 你的行为 我就做这个 我不要做那个 你们有没有发觉 你们在座各位同学 你们穿着衣服 都倾向于某一类型 对不对 都倾向于某一类型 因为很少改变 就是颜色会改变 可是那个形态不会改变 这个我还是讲上 礼拜六的例子 结果他们有很多已经毕业了 索专的同学 那个新疆是已经毕业的同学 所以来参加毕业的同学 全班 索专班女同学 平常来上课 都是一条牛仔 可以一双球鞋 就好快乐 每一个人看起来都是非常非常的职业化 每一个人都化妆化 打扮得漂漂亮亮 我眼睛位置一亮 我说你们怎么平常都没有露这一面给我看呢 我说老师啊 我们跟你在一起比较自在 可是我又比较喜欢那个不自在那个部分 每个不一样啊 对不对 每个不一样 你看那个跳舞的同学 如果他去跳国标舞 他穿的衣服一定是跌破眼镜 对不对 你高跟鞋的紧 那个跳的时候高跟鞋的根有多高 三寸 三寸才九公分嘛 你有没有穿过十二公分的 没有啊 那更高了 那你们会不会有没有摔过 没有啊 那你很厉害 所以你看 然后呢 这是个人自我 然后社会的自我观点 最有理想的自我 才算出来 所以这个是我看到自我 然后下一页 最后就是Rodgers 他就说 Person Center 是我中心 这样的一个人啊 理论的来源对于 有问题 个人自然 然后呢 理论的用途呢 用来解释 病人在治疗过程中的行为表现 基本信念 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去管理他的生活 看到没有 这基本信念 你有什么权利去管别人 所以你们俩要共同生活 其实管理也叫做协商 大家讲好 任何一方不满意那种管理方式 可以要求更改 要求更改 我跟我太太这三十几年来 我们的生活方式都很自在 我们都是基于基本的原则 互不干扰对方 就是大家都自由 自由 所以我从来不会 因为我太太在房间里面 厨房里面 打碗打破两个碗 我会叫 你又干嘛啦 我从来不叫 不干涉 为什么 谁都会有闪失啊 当我这样指责她的时候 请问 如果我摔破了碗怎么办 那我要怎么样 原谅我自己 对不对 因为我在谴责对方的时候 实际上是一个 我认为这个行为是不能原谅的 那我自己摔破碗的怎么办 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事情 卡罗杰斯 他提到的Person Center 提到的一句 提到的一句话 那这边就五个 浮到里面 都在用现象学 现象学来做的 第一个就是 卡罗杰斯 个人中心理论 阿德·艾尼斯 个性理论 P.M.Skinder 行为改变技术 威尼 格拉斯尔 现实理论 艾尼斯 能够发展动力 这五个 这五个都是因为 基于现象学的原则 产生出来的 所以后来 这里面有几个人 是非常有名的系列学家 有两个是哲学家 有一个论智理论者 所以这个是 我们看到不一样的用事 所以个人中心 要强调真诚 尊重 关怀了解 接纳 艾尼斯 理性 强调人可以透过想法 改变 而改变成为EQ 成熟的人 然后 Skinder 他是一个哲学家 叫行为主义 行为主义 能够行为可以透过学习 能够改变 与说谋 格拉斯尔 限制 强调人可以实在在 乐观积极 自信负责人 之后 艾尼斯 能够发展 能够成长 是随序渐进 并且有科美差异 需要一切时间 这个时候我们在做这个关键里面 所说明的一些东西 好吗 那下礼拜我们来教各位 做最后一个礼拜就是叫GASTA 所以请各位同学不要迟到 好不好 下礼拜来 最后一次 那这个 我讲GASTA 这个礼拜在县教学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好吗 好 好 有点挺高典的 不是 tiger 对 我不想